另外就持续来看到这刘亦如后续啊 很多模仿节目也紧扣着时事 现在也请来了山寨版本的财政部长刘亦如 结果不改这搞笑的版本 其实呢这财政部长他还大唱了背叛 而且这山寨版本还说 这二十四年前妈妈失败 这一回公主复仇也没有成功 二十四年后要改派自己的女儿上场继续推动 爱太深会让疯狂的勇敢 第六句他才找到 老师你跟不上我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没有人跟得上我 老师只有一个跟得上 画起老庄法力文有够深 山寨的财政部长刘亦如一下台 居住长官行政院长陈冲 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不良的关系吗 还是说为什么他 我们部长要请辞你 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这就是一个原因嘛 就是当我要讲话的时候 就一个葛奎他正要讲话的时候 他很询问的声音就是在问 第一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讲完 他已经问到第85个问题 所以现在的媒体是这样 葛奎你要下台吗 葛奎你什么时候走人 葛奎你要回答一下 财政部长辞定了股市大涨 模仿节目也要大做文章 马总统你这时候怎么不挺我 你们国民党团版本的正所税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股市要上8500点的时候 你觉得有多少次有这个机会 部长下台了 古迷可是乐歪了 但是山寨的刘亦如可消不出来 正在搞笑节目上要 发下豪雨 24年前我母亲郭婉荣女士 任财政部长 到我24年后任财政部长 我们要一推再推 还要拼向我们重叛青年命运 这个政策 它是不是对大家有利 大家自己想一想 我这一次又失败了 没关系 24年之后 我女儿 还可能做财政部长 继续推动正所税 扣锦时事 不管什么税 要怎么改 部长下台都要 酷手成线 就去台北 做不到 的啊